小林同學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挺你的 以小林來講 我覺得說今年才19歲 那個莊智雄打到40歲對不對 換言之小林同學還可以打21年 這就代表我們台灣國家隊沒問題 那麼在這次比賽裡面 大家都聚焦在我們這次 羽球桌球這些 尤其都是新生代的好手 那麼在這個小林他在 他的家人 我覺得爸爸媽媽叫他很疑人人 爸爸是大學教授 媽媽是國中校長 因此退休 專程來教他 那麼他非常的沈默 他的狀況就跟以前 我們那沈默的王牌 王建民一樣 無三 無三 很難說話 但是真實在 一個個性 你看他剛剛跟 黃振東比賽當中 有個狀況 就是黃振東每個球 如果贏 震臂這樣 都有標準 差不多他們的中國國化 我們小林也會 但是沒那麼大的自理動作 你看他那個發球狀況 他裡面看說這種球 為什麼你可以發得出來 所以說我們被這種桌球神筒 不管他的結果怎麼樣 其實已經把台灣人的精神 打出來 我們很多這次比賽 不過你說神童 我覺得我看他的這個過程 他的確是小學三年級開始學 人家很認真 那個雖然有天分在 可是他其實是練得滿認真的 桌球都很早打 福元愛四歲 長的組織 日本人一度兩歲 對不對 那個裝飾員 小學三年級大概九歲 比較晚了 所以一般人 我們如果在打身體健康辦事 如意的 那是說你在學校 不要打社團 你打身體健康 那小孩都要開始練了 運動員不管是哪一個場 哪一個運動的運動員 他們說他們就比賽才在休息 你看聽了一頭五尺 比賽才在休息 比賽才在休息 平常都要訓練 所以他們在訓練的 所以他跟凡震動比賽當中 你看他的體力 耐力 他爸爸有講 林教授講說 後來再延了一年 延了一年 如果說在去年比賽 這個小林的狀況 肌耐力 包括體能 考慮人訓練沒有那麼好 19歲而已 今年18歲 我們再做都知道 18 19 我們醫生在現場 18 19 我們致辭 那個第三大救水 可以長到25歲 所以小林同學 還在訓練大人 還在訓練大人 所以他這一年的一個體能 的一個訓練非常好 所以如果 你跟那一場比賽 剛剛 年華才講的時候 為什麼昨天 他可以期待 那個斯洞法尼的那個 斯洞法尼跟日本的張本 對 張本是世界排第三的 結果他打一排 打得很累 所以今天的比賽 我覺得 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認為 大家都看到了 我們未來台灣的希望 這個所謂的小林同學 因為他跟鄭宇敬的那個銅牌 我們都感覺到有榮焉 再來拿牌是沒問題的 因為凡震動是一個 已經是在巔峰上的一個球王 那我們的小林同學 他是個正在崛起的閃耀的新星 我們不客氣的講 一個19歲跟24歲來講 當然在技術上的成熟度來講 這到底是現任的球王要比較好 可是他也輸過球 其實你在看小林同學過去的這個 比賽的那個戰績來講很有趣 中國的幾任球王不管是馬龍或者是凡震動 他們都對打過 小林同學其實在幾年前都曾經贏過他們 所以其實桌球的境界 打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最後比的就是什麼 也許一點點運氣 還有就平常的訓練跟耐力 那我們在看台灣這次來講 就是說對中國來講 他們從小就開始練 而且是有計畫的練習跟栽培 他跟台灣的我們這樣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 他用國家資源下去篩選 那不管怎麼樣 在這個球桌上面講 球是原的 誰更沉得住氣 誰的爆發力更好 誰的體力更好 你就有贏的機會 那我們如果整個來看的話 就是說這次我在看 我其實平常沒有那麼關心體育 可是這次東京奧運 我會特別關心 是因為像我們小時候的時候 很多過去耳熟人 他們技師兄弟來講 都是從小學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聽到的 到了中學的時候 他們最後已經是明星 可是那個時候台灣的條件 各方面在球員培養 最重要是什麼 國際經驗 我們是不夠的 到了今天 你在看那一天 莊志淵40歲 打了 我們在講說 五屆元老的同時 其實另外一個就表示什麼 後面的球員 沒辦法一代一代接到 沒接上來啦 對 當你看到小英同學 那時候其實 就你把莊志淵跟小英同學 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 我覺得有希望 這個希望 我不是說一定要在這一次 他就要拿到什麼 金牌銀牌不是 是你看到台灣的球員 一步一步的往上 很穩定的 一步一步的上來 如果每一次的奧運 你都會看到台灣的球員 有像桌球這一塊 男生會很喜歡桌球 每一次都在市場裡面 這種累積出來的實力 才是我們可以贏得 國際尊重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自己 內部的環境搞好 一定不要讓球員 為了非體育因素 去那邊傷神 所以我這樣講 其實就在講莊志淵那個事情 那你在看小英同學 因為我剛剛 今天不好意思 今天坐在這個位置上 剛好可以偷看到一些比賽的現象 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 他的球真的打得好看 你知道嗎 你可以看到中國的大魔王 像樊志淵那個壓力 他的整個眉頭啊 是皺在一起的 當然他的球是很可怕 沒錯 那可是呢 林雲汝我們小英同學 他接球真的 接球跟反殺真的做得非常好 十九歲而已啊 所以你真的可以看到一個 希望在那裡崛起 這真的是很棒的 你看那邊 《心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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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報》